大家好,欢迎收看志远书香,我是宁希,喜欢请您关注我,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远书香最新的节目。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,月静浮华,史成经典。 这句话用在曹雪芹身上也是蛮贴切的。 曹雪芹出身于一个望族,成长在忠明鼎石之家。 可是在雍正初年,曹家却遭受了一系列打击,从此一蹶不振,日渐衰微。 生于繁华,终于沦落。 曹雪芹的生活从鲜花灼锦,一下子落入了凋零衰败,使她深切地体验着人生悲哀和世道的无情。 她的悲剧体验,她的诗话情感,她的探索精神,她的创新意识,全部都融住到了剧著《红楼梦》里。 曹雪芹花了十年以上的功夫写作《红楼梦》,还曾说,字字看来都是血,十年辛苦不寻常。 名著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,就是因为她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,不仅因为流传广泛,人人认可,更因为曹雪芹用独到的视角,写进了人物的心理,真实地写出了人生无可回避的苦涩和炎凉冷暖,让读者品尝到人生百般旷位。 同时,为了让表达更加通俗易懂,书中也添加了许多十分接地气的俗语、礼语,充满人生的哲理。 今天,宁希就选取了《红楼梦》中的一些句子,和大家一起来评读。 首先来看,世人都小神仙好,唯有功名忘不了。 古今将相在何方,荒种一堆草莫了。 这两句出自《红楼梦》第一回的《豪了歌》。 《豪了歌》在书中是博足道人所作的七言古诗。 曹雪芹借此来表达对建功立业、发财致富、顾念儿孙等等的看法,蕴含着深沉的人生这里,可以说是大俗之中见大雅。 这几句提醒的是那些过分追求公民的人,最后被一堆荒草埋没了。 那些自自以求财富的人,最后也没有享受多少就顾去了。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,身外之物,只有生命才是最本真的。 这几句读来虽然带着一些消极意味,但是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应。 贾家曾经赫赫扬扬,后来竟然沦落到举家石州这样贫困的地步。 所谓人情冷暖,不经历又如何知道呢? 因此这里也有仅是世人,万事皆有度,富贵如浮云的意思。 没必要为公民利路与死网破地去争斗,得放手时,须放手。 再来看下一句,身后有余望缩手,眼前无路,想回头,出自《红楼梦》第二回。 这句太形象了,人性的贪婪,人的欲望很多时候是无穷无尽的。 一个人即使已经有了很多财产,可他还是不肯放手,直到深陷泥潭才发现无路客走,再想回头,已经晚了。 这是书中的一幅对联,描绘了那些利欲熏心,贪得无厌的人的一个基本状态。 比起什么要连结,要手法之类的干巴巴的句子,这句看到真是让人触目惊心。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,出自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二回。 赤条条指人的生命,从开始到结束,带不来什么,也不会带走什么。 意思是无所牵挂,比喻独身一个人,没有什么可惦记的,也可以形容没有财产。 这里的意思是,人生说到底,是到头一梦,万尽归空。 曹雪芹这样写,和他的人生经历和家族兴衰有很大的关系。 世事动名皆学问,人情练达,集文章。 出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。 动名是洞察,练达是老练开明。 这句的意思是,把世间的很多事情弄懂了,处处都有学问。 把人情事故摸透了,会发现处处都是文章。 不少人很喜欢这句格言。 几经生死的人,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, 对人生,对社会会有更加独到的领悟。 再来看下一句,智本节来,环节去,强于乌闹,献勾曲。 这句是《葬花营》里的句子。 败玉为什么会葬花呢? 其实不光是他性格的原因,更是因为他的人格。 他不想让自己喜欢的花掉落之后和勾曲里的其他脏东西混在一起, 也暗示着人需要保持一种高尚的品格,不能和世俗同流合污。 盖玉在贾府的生活状态,其实也像极了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。 看似格格不入,其实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有着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。 假作真实,真亦假,无为有处,有还无。 这句出自《红楼梦》第一回太虚幻尽的对联。 这句的意思是,假的当作真的时候,真的就像是假的了。 无变为有的地方,有也就是无了。 这句话是很有深度的。 真和假,虚和实,人们真的是很多时候难以分辨。 在第一回,曹雪芹就暗示读者,这部著作不是写实的,千万不要太当真。 但是读者读完却感觉一切都是真的,其中的人物是虚构的, 可我们会发现一个个人物都可以在大清世界找到相似的人。 再比如权势,黄熙凤的权势来自荣国府,荣国府的权势来自黄泉,黄泉来自全天下。 看起来是假家的,实际上是别人的,可他们却又实实在在地拥有荣华富贵。 再比如王熙凤聪明果爵,可他算计来算计去,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,真让人感叹,得到是偶然,失去则是必然。 从一定义来讲,我们所处的世界和太虚幻境是有相似性的,变幻迷离,真假难辨。 有的人真假不便,昏昏噩噩,蹉跎一生。 有的人真假自知,却不愿自拔,最终逃不过失意的人生。 还有的人明是非,知美丑,不被假象所迷惑,坚定前行,最终获得了成功和美满。 世事纷纷扰扰,也许都是一出戏。 再来看最后一句,千里奄远一线迁,出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七回。 千里奄远一线迁是唐朝的一段故事,说的是月下老人用红线拴住两个人, 因此他们会兜兜转转还是碰到彼此,相伴一生。 后来经过流传成为了缘分的象征词,指夫妻婚配是命中注定的。 缘分似有似无,有人信有人或许不信,但细想想又觉得是妙不可言。 好多朋友们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 希望重温《红楼梦》这些充满哲理和生活智慧的句子,能够对您有小小的帮助。 这里是志愿书香,我是灵溪,感谢收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